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們掌聲歡迎我們的新年觀眾朋友 看你們這樣的叫聲應該算是粉絲吧 我剛才從後面走進來 就不像以前選舉大競場 都要從後面走進來跟每個人握手 可是我剛才沒有跟你們握手 因為我要仔細看你們究竟長什麼樣子 大家都知道我做教授做很久 我的幕僚告訴我 今天演講都不能像教授在上課一樣 但是我還是要看一下 究竟今天坐在現場的人是想什麼樣子 因為我是屬於英才師教型的 所以我要看一下說 你們是屬於大學生等級的 我看這裡面有高中生 有高中生嗎 沒有 你們是屬於大學生等級的呢 還是大學畢業等級的 還是大學生的哥哥姊姊 還是大學生的爸爸媽媽 那我要調查一下嗎 會不會很尷尬 會不會很尷尬 那大學生舉手看看好了 好 好 請放下 那大學生的哥哥姊姊請舉手 一定都是這一類的 不會有人是大學生的爸爸媽媽舉手的啦 好 謝謝放下 那我也問過我的幕僚說 你今天叫我來 是要把 我把所有的政策講一遍呢 還是來跟粉絲會面的 請他們先定義清楚嘛 那我們才會把今天講的東西的內容 符合我們的目的嘛 既然你們都是粉絲嘛 既然你們也來了 那就被我利用一下吧 因為我要告訴你 我這幾年來做了什麼事 請你們務必一定要記下來 而且要傳播出去 這樣可以嗎 可以 沒有薪水的 也沒有津貼的 這個純屬志願 你覺得這件花襯衫好看嗎 好看 我出國回來以後 我們蘇貞昌院長說 連我太太都說你要常常穿這種衣服 我跟院長說 我只有出國才穿這種衣服 那你也看到旁邊這三位 就是我這一次出國去訪問的三個國家的元首 你看這三個國家的元首 看起來是不是很樸實 他們真的很樸實 可是他們舉止 行為 講話 都非常的得體 為什麼 因為他們都有國際的歷練 那很多人覺得他們不是小國家嗎 可是人家小國家有國際的能見度 而且能夠到所有的國際的組織 講他們要講的話 這個小國家聲音是很大 那很多人就問我 那小國家 我們跟小國家維持邦交 有什麼意義 我跟大家講 小國家聲音是很大的 他們在國際組織替我們講話的聲量是非常大 而且這個人你認的吧 對不對 這個人主持會議的時候 還把中國人趕出去了 這個人主持會議的時候還把中國人趕出去了 這個就是若魯共和國的總統 叫做瓦卡 那這個是馬少爾群島的總統叫海尼 這個是帛琉的總統 這個字道歉我還唸不好 叫做梁曼亞守 這三個人 可是你看這三個人 他們的國家雖然很小 可是他們對國家的治理有他的一套看法 而且他也知道他的國家可以做什麼 需要別人做什麼樣的幫忙 比如說帛琉的總統 你不要看帛琉 看起來是一個不大的國家 可是你去你就知道 他們其實是很注重永續的 他們希望觀光客都是要簽一個宣言 也就是說對於帛琉的永續 永續呢 我們每一個觀光客都要去做一個貢獻 那也就是說 他說你到了帛琉以後 你可以留下來的東西 只有你在沙灘上 可以被海水沖走的腳印而已 就是不要製造垃圾給他們的意思 那這幾個國家 對我們來講 真的是好朋友 真心的好朋友 那你看 我們還有很多的好朋友 像巴拉圭啦 像海地啦 像史瓦蒂尼 這個國家的名字 真的要學的念一下 叫史瓦蒂尼 史瓦蒂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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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記得巴拉圭的總統是那個很帥的 曾經來過台灣的總統 那他的太太更帥了 你看這一些國家 這個比我們剛才看到的那三個國家還大一點 但是他們也在國際上都力挺我們 像WHA 像很多的國際的組織 我們都可以看到他們是力挺我們 可是你要問我說 我們從2016年開始執政以後 我們的外交的策略 跟前面的政府有什麼不一樣 在很久很久以前 大家都說我們是金錢外交 那後來以後呢 我們就開始變成技術團 農耕團 提供他們技術的援助 那2016年以後 我們就任以後 我們做什麼呢 我們做的是一種互惠互利性的這種外交 我舉一個例子 今天洪杜拉斯的總統夫人來看我 那這個總統夫人呢 她的兒子女兒都在這裡上過學 那她跟我講一件事 因為我們現在在跟洪杜拉斯 合作一件事情 就是因為我們的農技團在那裡 替他們開發了酪梨的種苗 那也替他們開發了馬鈴薯 結果他們現在的農民開始耕種以後 他開始有了收入 可是他的規模做不出來 那很多的農民沒有辦法加入 所以我們現在跟他們一起做的 就是說我們透過我們的投資公司 跟他們一起大量的育苗 就是育這個種苗 然後讓農民可以加入這個生產 那農民生產了以後呢 我們雙方又有FTA 那我們洛杜拉斯生產也不夠 我們為什麼不用我們的市場 來支持他們的農民 那你像這樣子是一個不錯的交易 我們吃到優質的自己在 洪杜拉斯生產的洛杜拉斯 同時我們也幫助他們的農民 他們農業的發展 所以自從我們2016年跟他們 有了這個計畫以後 他們居然在2017年2018年 雙方的貿易逆轉 也就是說我們變成入超國 他們變成出超國 這是很少有的現象 所以這就是所謂的互利互惠的外交 換句話說 我們用我們的市場 用我們的技術 我們的資金 跟他們共同合作 然後讓他們的農業 他們的經濟 有個發展的機會 這個就是我們在2016年以後 我們對很多的邦交國 所提供的援助 其實這不算援助 這是一個相互幫忙 相互協助 因為我們也需要吃酪梨啊 那為什麼不從我們的有幫生產 然後一方面我們有酪梨的供應 一方面他們有酪梨的生產 農民也有他的收入 好 這是我們的邦交國 那除了邦交國之外 其實還有很多的國家 跟我們其實實質關係是很密切的 那很多人就講這些國家是誰呢 這個全世界第一次認識我 大概就是因為這件事情 就是打電話 就打電話 就打電話 這就開始了我們跟美國的另外一個階段的關係的發展 在這個之後我過境美國 過境的這種憂鬱跟待遇 其實都一樣一樣的突破 各位看到這位 他穿軍裝 所以在夏威尼跟一個軍人照相 其實這算是突破吧 但是我要講清楚 他是負責天然災害緊急救難的軍人 一定要講清楚 他不是負責戰鬥的軍人 這是不一樣的 然後台灣旅行法的通過 在國會通過 其實也代表了台美的關係上面的一個新的里程碑 那同樣的道理 歐洲的150幾位的議會的成員同時簽署挺台灣 而且特別來台灣把他們的簽署來交給我 那這個帥哥是誰 我的臉書常常PO那個見外賓的照片 你知道嗎 那個照片呢 你說那個按讚數 你要有一萬你就覺得很感謝這些粉絲了 這個市長拿了四五萬的讚 你知道嗎 他真的有這麼帥嗎 你這種說法就是我以前說 你怎麼老是拿橘子跟蘋果在比呢 他固然是很帥 其實他真正的 我覺得我們的粉絲還是很有水準的 為什麼有四五萬個呢 是因為他力挺台灣 而且不顧北京的反對 這是一大群日本人 這個人是誰 這是我們菊姐啊 菊姐呢 平常陪我見賓客的時候 外賓他是不見的 但是他是滿心的歡喜來見這一群人 那為什麼 因為這些都是老朋友 他不但跟我們中央政府是好朋友 他跟地方政府也都是好朋友 那這些都是日本的國會的議員 而且是非常挺台灣的議員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就是說 我們在台美關係上 是有史以來最好的 我們在國際上集結的力量 也是有史以來最大的 所以這三年來 好像沒有人說蔡英文外交做得不好 連一般每天批評我們 最少批評的就是這件事情 事實上我們在外交的成就上 應該是有一些是可以讓大家肯定 我不知道他們會 你們不要這麼興奮 像毅然霧一樣 本來不是這張照片 他本來用了一張我戴著頭盔穿的背心 我還覺得那張比較好看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後來就換了這一張 你們需要的一個總統是一個會做事 有決心有意志力的總統 你的形容詞都講錯了 你們要證明你們是一個 有水準的粉絲嗎 那一般人也覺得這幾年 政府對於國防事務的專注的程度 超過以往的總統很多 那確實也是如此 雖然有人說穿裙子都不能做三軍統帥 但是我真的就是三軍統帥 那你問我說我跟軍人相處得好不好 其實相處得不差 那我們的信任關係也不錯 因為什麼 因為長久以來他們跟民進黨的關係是比較疏離的 因為畢竟民進黨只有在2000年到2008年執政過一次 那跟軍方的互動通常都是執政者才有這個機會 所以民進黨跟軍方的關係其實是比較疏離的 那2016年之後呢 我們真的花很多的時間 而且很專注的在我們國防事務上 那所謂國防事務 其實你必須要跟我們的軍人 建立一個互信的關係 然後建構一個共同的目標跟目的 才會有一個同心協力去把我們的國防做到我們現在最需要的情況 那現在的外部的局勢變化很快 台灣的國家安全的威脅的形態也都在變 那我們就必須需要一個更能爭善戰 而且能夠靈活戰略能夠守護我們國土的國軍 那這些國軍他必須是有經驗的 這些國軍呢必須要有戰略的養成 那這個國軍呢也必須要有專業的訓練 而且在現代的科技的社會裡面 你的軍人也必須面對一個高科技的一個國防的需求 所以我們必須在軍人的養成 跟軍人的訓練的過程中重新思考 我們要什麼樣的軍人 所以在過去一段時間 我們確實跟我們的軍方 能夠密切的合作我們一起來做 那我們也共同建構的 我們共同的目標 那這個 克敏叫我不要看稿 可是他把它打在上面了 我們共同建構的目標就是 堅定的守護國家的主權跟安全 這個是我們執政者跟軍人 共同的目標最大的共識 我們要堅定的維護民主自由的方式 而且壯大台灣 執政者跟軍方沒有距離 沒有意識形態上面的問題 我們只有一個目的 讓台灣更好 把台灣保護好 各位記不記得 今年元月二號發生的一件事情 你除了新聞以外也要想想 今天元月二號我們對面的鄰居講了一句 就是說他們要有一個 一國兩制台灣方案 這個時候你就看到一個很堅定的總統 站在電視機前面說 這個不是我們可以接受的 這個總統講得這麼大聲 妳有沒有聽到國際間說 妳又是一個麻煩的製造者 有沒有 沒有 那證明了什麼 證明我講的是對的 大家都支持的 而且國際也認同的 對不對 對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因為我們花了三年 將近三年 去建構我們跟國際社會的 相互信賴的關係 也就是說 我們在過去的兩三年 我們謹守我們的維持現狀的政策 我們理性的處理 我們的兩岸關係跟國際關係 然後去跟我們的主要的理念相同的國家 我們去建構一個互信的基礎 就是因為有這個互信的基礎 當我們面臨一個必須要很清楚的表態 把國家的立場講清楚的時候 我們其他國家的朋友們都會站出來支持我們 不會有人說我們是麻煩的製造者 反而認為我們是站在第一線的守衛者 確實呢 以今天的中國對外擴張的意圖 這麼強烈的情況下 其實不只是台灣首當其衝 整個印度太平洋地區的所有的國家 都面臨同樣的問題 大家想跟中國做生意 但是大家也知道 中國這種對外擴張 它的影響力的企圖是存在的 為什麼大家對中國這樣感到戒慎恐懼呢 很簡單 只有一個因素 這麼大的國家 這麼大的力量 但是它的國家的政府沒有民主機制 沒有民主機制就沒有辦法降低它錯誤決策的風險 大家說是不是 所以亞太地區的國家 印度太平洋地區的國家 大家現在都有一個共同的目標 除了我們國家的發展 除了我們國土的安全之外 其實亞印度太平洋地區的國家 都有一個共同的想法 就是我們要在價值的基礎上去建構一個合作的關係 那這個價值是什麼 很簡單 就是民主自由 因為只有在民主自由的基礎上面 我們才有一個共同的價值的去堅守它 然後能夠讓中國在這種很強烈的擴張的意識的情況下 我們繼續維持我們現在有的自由民主的生活 所以以前大家看台灣就是海峽旁邊的台灣 現在的台灣是印度太平洋的台灣 是世界的台灣 因為我們站在第一線 現在台灣在這個區域的影響 跟所扮演的角色已經跟過去很不一樣 所以我們現在所擔負的區域的穩定的責任 其實是比以前更重 而且是更需要我們全體團結 一起來把這個角色扮演好 所以我們不要妄自菲薄 我們真的在印度太平洋地區 扮演的是關鍵的角色 那關鍵的角色的人 就必須要承擔區域的和平穩定的責任 這是我們在這個整個地區裡面 那麼在現在一直到未來 我們要共同承擔的一個責任 外交國防都講完了 那下面再講 我的強項就改革了 那這幾年真的也改了不少 但是也得罪了不少人 但是你選一個領導人 當然要帶領 你期待這個領導人代理社會改變 如果你期待這個領導人 第一任的時候就等著要第二任連任 然後第二任再開始做事的話 那這個領導人就浪費了四年 所以呢 我就決定做那個第一任 就開始做這些事的領導人 我預定講二十分鐘 我已經講多久了 我要決定我後面要講多長 有沒有人可以告訴我現在的時間 我昨天到一個客家社團 本來講五分鐘 然後後來講了十分鐘 底下的聽眾說 那你再講十分鐘 我又再講了十分鐘 聽完了他說你再繼續講 我總共講了四十分鐘才讓我走 而且他們本來要吃飯的 就為了我這樣延遲 但是我今天決定不要做這個事 我把林鶴鳴叫我講的東西講完 我就結束了 為什麼有人笑那麼大聲 為什麼我決定這麼做呢 因為我知道我當選總統 是有很多人共同的努力 2008年我做民進黨主席的時候 民進黨其實是在總統大選裡面敗選 那士氣很差的時候 那個時候很多人集結起來支持我們 讓我們在2016年可以重返執政 這個過程其實是很艱辛的 尤其是我們在2008年 這個黨負債很嚴重的情況底下 我們是需要很多人的幫忙 所以所謂三隻小豬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的 很多人 其實他的收入並不多 但是他還是願意把他們的 可以拿出來的錢捐給民進黨 我還接到一個小紙條 他說我只有這麼多了 我只留了一點讓我自己吃飯用 但是其他的我捐給你了 當你拿到這個紙條的時候 你心裡是怎麼想的 你難道就是只是坐在辦公室 享受做總統的那種舒適感 還是你是一個應該要做事的總統 其實我們心裡是很清楚的 一定是一個要做事的總統 而且要改變台灣的總統 各位看過這個沒有 這是誰的大作 這是我們陳建仁副總統的大作 那他什麼時候畫這個呢 就是我們在做年金改革 把方案提出來的時候 他要跟這個社會解釋說 我們為什麼有這麼大的急迫感 要做年金改革 他就 這個應該是一隻馬吧 上面大概是一個人 他就是一個懸崖勒馬的年金改革 那好多總統都說要做年金改革 但是真正的年金改革 還是在我們手上完成的 那年金改革的結果呢 我們現在至少三十年 財務是穩健的 換句話說三十年之內 公務員 退休公務員根本不用擔心 領不到退休金 領不到年金 如果我們這個年金的制度 在這樣子持續下去 而且大家都 意志堅定的做到六十五歲再退休 不會提前退休的話 我們這個年金還可以維持它的穩健 甚至更長的時間 三十幾年甚至四十年 如果我們投資的情況 理財的情況做得好的話 我們這個年金可以永續的 所以對很多的退休的人來講 他們覺得他們的年金被減少了 所以他心裡很不高興 那我也道歉了好幾次 可是因為改革以後 他真的就不需要擔心 年金會破產 他領不到年金 他反而受到的一個保障 他一定可以年到他的年金 那國家也因為這樣 就沒有所謂財政的地雷 那國家的財政就可以比較穩定 那國家就有足夠的空間 來做照顧這個社會 跟發展這個社會的事情 這裡他們特別拿了一張 特別對我不禮貌的這個照片 有一群人叫做拔菜總部 這個菜就是我啦 但是他寫的是青菜的菜 爛菜魔女 蔡英文下台 這是拔菜總部 每一天都在總統府這樣繞 然後我去到其他的地方 你也看到那幾個人就是在那裡這樣子 那如果你是一個正常人 你每一天被這些人 這個還不是最難聽的話 你每天被這些 講這麼難聽的話 這樣子如影水形 你的感覺是怎麼樣 很不舒服啊 那你又不會有壓力 你也會有壓力 但是呢 我們還是堅定地走下去 當然啦 我也要謝謝我們辛苦的水護 他們每次都很緊張的啦 他們已經覺得不錯 我居然公開的謝謝他們 但是我們不僅是做年金改革 讓國家的財政能夠穩健 那事實上 我們這幾年的經濟的表現 當然很多人唱衰台灣的經濟 可是到現在他想唱衰都很困難 為什麼 這是台股上萬點史上最長的 就是在我的任內 今天的台股已經多少了 一萬七百點啊 一萬七百點啊 這個市值已經是31兆了 而且昨天我看工商時報聯合報的頭版都說 上市公司的獲利就再創新高 這表示我們的經濟轉型 開始出現它的成效 經濟的基本面是健康的 企業開始是有很強的競爭力的 所以我們以前破造的產業 只有半導體跟面板 但是我們從2016年到現在 多加了兩個 一個是機械業 一個是AIoT 檢查一下什麼叫AIoT A就是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就是人工智慧嘛 你還居然說 噢 你不是本來就應該知道的嗎 IoT是什麼 物聯網嘛 這兩個產業新加入 進入我們破造產業 我們還有一個產業 它的市值是已經破造了 可是它的產值還沒有破造 那這是一個非常奇特的產業 這叫生技產業 那生技產業 其實它都是看未來的期待值 所以它的市值 會超過它現在的產值 可是它的市值已經超過造了 所以我們的5加2產業裡面 有好幾個產業 將來都會有破造的這種可能性 我那章還沒講完 我那章還沒講完 台商回台 現在台商回台很熱喔 所以我們經濟部現在工作的熱誠很高 現在已經累積到9000多億的回台的投資 我們預計了 現在累積應該是在5000多億左右 但是預計可以到9000 甚至更多的回台的投資 這一波的台商回台的進度是非常的強 那同時外商也都在這裡加碼投資 那好幾個外商每次要來投資的時候要來看總統 那為什麼要看總統 他其實不是要問總統很多事情 他只要問總統一件事 你有沒有決心挺我嗎 那總統對產業的挺產業的決心 就要告訴外商說 我的決心是很強的 他要見總統的目的只有一個 看總統有沒有決心 所以我們現在很多的重要的外商 都已經開始在台灣 投資 而且投資的金額都非常的大 只是我現在不能告訴你 因為等他已經開始營運的時候 你就知道他已經在這裡投資了 所以不論是台商的投資 回台的投資或者外商的投資 在這幾年都持續的在增加 從值 從量都非常的高 甚至因為我們做了很多法規的改變 還有很多的服務窗口的設立 那這個法規的改變跟這種環境的塑造 所以WEF就是國際平等機構說我們是一個超級創新的國家 好啦 你有拍手表示你有在聽 下面呢 這個是我在西門町的一張照片 有一天我的幕僚說總統你多久沒去西門町了 我說大學畢業以後就沒去過了 所以他們決定帶我去西門町吃乳酪飯 那乳酪飯的桌子旁邊坐了一大群的日本的女生 出來的時候有五六十個人站在外面 準備跟台灣的總統照相 那你一看就不是我們台灣人 因為台灣人 年輕人都在上學上課 所以我統計了一下 那一天跟我照相的國籍還蠻多的 所以我就請幕僚檢查一下說 我們現在這個觀光客的結構是怎麼樣 你看這個中國是29% 日本是16% 新南向國家是21% 歐美國家是21% 那其他是13% 其實這個結構是很健康的結構 不會是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裡嘛 對不對 結構對了 那量也在增加有1100萬的觀光客 所以這個人數都在持續的增加當中 這幾年持續的拓展觀光客的來源 也達到了這個改變結構 也增加了兩個效果 其實這個是值得要拍手的啦 好啦 下一張 近來農產品的外銷是一個蠻流行的議題 那我也要告訴你 你可以看到這個農產品出口的趨勢其實是上升的 那我們的外銷 農產品的外銷是創造20年的新高 不論是到東京或者是其他地方 我們南花的出口值是蠻高的 我們把外銷的市場把它做穩定 而且是一個長期供給的穩定的市場 那我們這個農民 他就會有一個穩定的銷售的地方 那他的收入就會穩定 所以這個是我們這幾年一直在想辦法去強化我們的地方 也就是在外銷市場的穩定 跟多元的外銷市場 那現在很多人告訴我說 總統 開發其他國家的市場並不難 重點是我們要種出那些市場所需要的穩定的品質跟量 這才是我們最大的挑戰的地方 所以我們的高品質的農產品其實是在其他的國家是很受歡迎的 只是這些高品質的產品要有足夠的量 是我們最大的挑戰 那我們現在看到的就是說 這幾年台灣風調雨順 我每次去廟裡拜拜都是風調雨順 所以也真的是風調雨順 風調雨順的結果就生產過剩 所以我們這幾年最大的挑戰就是生產過剩 要怎麼樣讓它維持價格不要下跌 這是我們最大的挑戰 那我相信我們農委會其實已經把建構出好幾套的機制 能夠讓農民可以有足夠的資訊 不會盲目的投入生產 那同時它的產品的銷售的管道可以多元 那不會再一時出來的這個農產品 因為生產過剩的價格崩跌 那我相信有很多的時候 這個可以透過我們完善的機制可以防止的 那這也是這幾年我們一直在努力的 年輕人 年輕人的低薪的問題 確實是我們這個社會最大的挑戰 我的目標就是希望年輕人的薪資 能夠達到一定的水準 最基本的做法就是這個基本工資要往上挑 那我們連續三年 很少有政府連續三年賬基本工資 而且我們不是只是賬月薪 我們還賬時薪 因為我們很多的年輕人是打工的 他不是全職的他是打工的 所以時薪就很重要 所以我們不但是賬月薪也賬時薪 所以你看這個基本工資 這幾年來從兩萬塊賬到兩萬三千一百元的成長百分之數 這個是很有意義的一件事 因為台灣社會就一直被一個22K所籠罩住 我們好不願意把我們的基本工資衝破的那22K 現在是走路23K的 基本工資也就是最低工資 我也希望我們的年輕人 希望他們在剛開始的階段 薪資就能夠接近三萬元 因為在都會地區 年輕人三萬塊錢其實生活也還算是蠻緊的 但是我們也用其他國家可以使力的方法 讓整個起薪能夠往三萬塊來移動 比如說我舉個例子 昨天我到桃園去宣佈了一個 我們的幼兒園的方案 那幼兒園的老師 長期以來都有一個薪資比較不足的情況 所以我們在我們的方案裡面 就由國家拿出資源來要求這些 加入我們準公共化的這些幼兒園 他的老師的薪資起薪要在兩萬九千塊的水準 我們做長照 大家都知道長照2.0 就是照顧老人家 照顧失能 失智者 這些長照服務員很辛苦 所以我們也要求長照服務員 最低的月薪不能夠低於三萬兩千元 換句話說 我們使盡了所有的力氣 要去確保說這個國家的人 他們在工作的時候 他的薪資不要離三萬塊太遠 所以現在我要求所有的公共部門 或者是國營事業都去檢查一遍 務必要盡全力讓他們薪資能夠接近三萬塊的水準 所以雖然是說我們最低工資是兩萬三千塊 但是我希望我們的薪資都往三萬塊去移動 除了這個之外 減輕稅務的負擔也是一個增加實質 可支配所得的方法 所以我們做了一個被稱為 有史以來最聰明的稅改 這個稅改裡面 年薪四十萬以下是不用繳稅的 今年五月你就可以感受到 你要是每個月三萬塊以下的薪水 或者是年薪四十萬以下 不用繳稅的 那四人的家庭 也就是爸爸媽媽加兩個小孩 如果年薪在一百二十三萬元以下 也不用繳稅啊 扣除標準額大量的提高 換句話也是減免稅付的一個方法 你看這個幼兒學前的扣除額 以前只有兩萬五 現在是十二萬 這是很驚人的一個調整 這一些扣除額的提高 也會很大的程度降低稅的負擔 下面就是幼兒園的事情 現在我們的生育率實在低到有點 用英文講叫做embarrassing 已經變成是一種國安問題了 所以現在我們要盡全力 就是在學齡前的小朋友 給他們最好的照顧 降低這個父母的負擔 因為父母的負擔減少 他就會繼續再生 昨天我碰到一個媽媽的肚子 來參加我們的記者會 問她說那就快了 她說對 她說裡面有兩個 她本來就已經有一個了 然後這一次再生兩個 我看鄭文燦就有點頭痛了 就是說因為她給第三胎 有一個特別的優惠 我們對第三胎也有特別的優惠 但是一次從第二胎第三胎一起生的時候 你要什麼時候算誰是那第三胎呢 這個是一個問題 現在上幼兒園其實是 對父母來講是很大的負擔 所以我們現在定出來的一個標準就是說 你如果去上公共的幼兒園 你只要繳2500塊 你如果是非營利的 你繳的大概是3500塊 什麼叫準公共化呢 就是你是私利的 但是你跟政府簽約以後 政府給你補助 把我們的小朋友放在這種準公共化的幼兒園 只要4500塊 一般的行情大概是9000塊 在我們這一段制度以後 就變成4500塊 在台北市上幼兒園 你們有沒有經驗 我不是說你們上幼兒園 你們小孩或者是你們朋友的小孩 上幼兒園其實都要1萬多塊 但是我們 如果他跟政府簽約的話 加入這個準公共化 只要4500塊 這個是不是很大的福利啊 但是政府其實也蠻貼心的啦 就是說你在家裡自己照顧的話 我們還是給你2500塊的獎勵金啦 所以我們幾乎把所有的小朋友都涵蓋住了 所以做了這麼多 我也講了蠻久的 但是還是有人嫌我做得太慢 但也有人嫌我做得太快 但是換了司機你就會倒車了 所以司機是不能換的 而且我從來不知道說賀明的英文 可以好到可以寫出這個 2020 to be continuing 好啦 下一頁了 也是最後一頁 各位歐拉台派 你們要記住這些口訣 下次見到的時候 要考試的唷 走出去 為台灣集結國際力量 這個你要打一個印叫做辣 互主權 遇到中國 不屈服 不低頭 勤改革 催年改 轉型正義 討黨產 辣 聽經濟 台商回流 外商投資台灣 辣 顧未來 加薪減稅 年輕人好安心 辣 這應該是最後一頁了吧 各位有沒有上課的感覺 有 我跟你講我做教授的時候不會講得這麼精采的 其實是很無聊的 但是我是總統嘛 所以這就是我的幕僚禁止我唸稿 要我自己把它講完 你們覺得還可以嗎 我已經講完了 那我們下面要做什麼 好 謝謝小燕總統 大家掌聲鼓勵 掌聲鼓勵 辣台內熱不辣 辣 辣台內熱不辣 辣 謝謝小燕總統為我們帶來這麼精采的演講 大家好 謝謝大家的觀看 喜歡嗎 喜歡的話請訂閱 並且分享給更多的朋友 那我們會示出更多的獨家內容的影片 今天期待